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的大姑姐经常用我的化妆品 还有我的婆婆说我看你把孩子给养得这么娇气 完了还有我对家的朋友经常性的到我家里来 你就住十千半个月的 我也很烦 我感觉她一点也不尊重我 她想干嘛就干嘛 不知道我们两个人以后能不能再这样过下去 结婚十几年 跟婆家的关系那叫一锅中 来 掌声请出这一对 掌声有请 男嘉宾陈先生38岁来自山东保险公司职员 女嘉宾余女士40岁来自山东 高级月早来 有请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老妹 结婚多少年 结婚十几年了 06年结的婚 生了几个孩子 一个 男孩女孩 男孩 多大 十岁 今天来干嘛呀 自从有了孩子以后 我的婆婆呀 公公 大姑姐 经常到我们家来 完了之后呢 在我们夫妻两人之间 总是说一些 我这不好那不好的事情 挑我的毛病 你给我说几件事吧 好不好 我做饭的时候 比如说 我做饭做多了呢 我的公公他不吃 我要做少了呢 他就说不够吃的 我炒菜的时候 我给买个鸡 我给买个鱼 我的公公就说什么呢 你看你这么不会过日 那菜做多了 夏天嘛 我怕吃了 拉肚子 我就给倒了 他说你看你这么不会过 哪像咱们老家的人呀 完了我就给我对象说 给了爹说说哈 把饭吃了 然后一拉了肚子 是不是 那花钱更多 我说你问问咱爹 对不对 今天饿不饿呀 饿呢咱就多做一点 要不饿咱少做一点 哪怕我少吃一点也可以 他说不说我也不知道 反正我们总是求 其实这个事呢 我都知道 也说了 因为我父亲病 七十多岁了 上岁数的人吧 就有时候就有点小孩脾气 你说他太多吧 他就觉得我对他不孝顺 你要说他少了吧 你说就这两个关系 就手心手边都是肉 我也没法过多 我觉得这都是小事 说你浪费就浪费吧 大不了就是下次 你看他还总是想着他爹说 你说我哪里做错了 还有我的婆婆也是 一名是来照顾我月子 羊水破了 上医院 我婆婆就说 哎呀别去 不让我去 完了我们就去了 去了后我婆婆就不高兴 其实之前呢 他来的时候 我做饭 给我婆婆吃 洗衣服 我什么都不让我婆婆干 我还给他洗澡 给我婆婆洗头 可是我生孩子 他不但不去看 而且他还说我这些 因为我是泡妇产嘛 把我妈也接来了 我妈说我生孩子 一直照顾我出院 我心我妈太累了 让我妈回家休息一下 对不对 可是他妈呢 拉着我妈说 哎呀大妹子 你看这电视多好看呀 我妈说 我累了 我休息一下 然后就开始就唠叨 说什么呢 你看你姑娘这么憔悉 她在泡妇产 花那么多的钱 大儿媳妇在农村里 人家生孩子 才花了多少钱 都是顺惨 不给你姑娘 是那么的娇气 你姑娘根本就不像是 过日子那个人 就说我娇气 反正总而言之 就是说我不好 还有我出了院以后 我都要上班 那时候晚上都十点多了 我说你做点饭吃呗 因为我在院子里 泡妇产又不能动 我的婆婆说什么呢 啊一会儿我儿子就回来 让他给你做吧 我就很生气 我说你坐一下呗 我说蹭蹭馒头也可以 她非要等着她儿子 晚上她那个电视 晚上也看 看了那十一点 白天也看也不让我休息 晚上我跟我对象说了很多遍 可是我对象呢 就说哎呀他看呗 他喜欢看 我说我毕竟是坐月子 可是他什么作用也提不到 其实你看我们家兄弟姐妹多 然后那个我呢 从小就是六七岁就跟着我叔叔了 就很少和父母在一块 直到我高中毕业之后 我爸妈从外地搬到山东回来 我们才在一起 所以中间这个沟通啊 多说少少还是有一些 不是那么直接 你这么说 你爸和你妈在背后 认可你媳妇不 不是太认可 因为他们希望我找一个 就是能比较朴素的儿子 我为了协调这个关系 我和父亲将近四年多都打冷战 为啥呀 我俩这个性格比较犯客 比较犯将犯客 就是说不了两句话就会吵 不是你付出努力了吗 都为你打了四年冷战了 我跟他说 我说你不要跟你爸妈去吵架 我跟你爸妈好好的沟通 我问问其他的问题啊 爸妈现在多久来一次啊 原先比较频繁 一两个月 一个月来一次 现在呢 我爸爸不来 就是我妈来 多久来一次啊 现在基本上就是半年吧 半年来一次 你还来我们边干嘛呀 我们来这里 不是因为这些事情 而是我们两个人生活 的确是不能在 现在是怎么回事 就是很乱的 现在我姐住在我们家 反正比较让她接受不了 事太多 不是你姐为什么住你们家呀 因为她从去年开始来济南工作嘛 就一直住着了 反正我之前不知道 我姐姐这么多的毛病 她姐来到我们家里 我们家里的厨子呀 柜子 她全都翻个一遍 我都不知道 我们家里有她的什么东西 我先打断一下 不好意思啊 停一下 你们俩今天是来说大姑姐的 还是来说公婆的呀 都有 大姑姐天天在我们家里住着 影响我们两个人 比如说我没看个电视 她也来擦一杠子 我们两个人 现在都没有个人隐私了 也没有交流的时间 也没有共同的话题 这个你们应该跟大姑姐谈呢 说姐你在这影响我们生活了呀 我跟大姑姐谈 我说时候我不愿意跟她说话 我感觉假如我要跟她说的话 就感觉闹得是很僵的 我希望她好好的跟她姐沟通一下 这些事其实也是都在我这边 我呢也没法和家里人就说 说得太直接 反正就是我沟通的也少给他们 沟通的可能力度也不够 反正让她受了很多 你回答我吧 客观的给我评价一下 你媳妇对你爸妈好吗 综合起来还是不错的 你媳妇对你姐姐好吗 很好 也对姐很好 也很好 你爸妈对你媳妇的评价不高 是这意思吧 我们家人对她都不高 你对她高吗 我对她不高就不会娶她了 这会特别会说话 接着问啊 现在你姐姐还在家里住 来的前一天还在 我们走的时候她还没走 那你跟你姐姐说过吗 说过 我姐呢属于就 哎呀怎么说呢 皮皮答答的那种 就是该美就 这个耳朵听的耳朵吗 就是我们家的钥匙她都有 当然姊妹这个关系 说起来可能会比较直接些 我会直接给她说 但是她会不听 如果大姑姐也不来 爸妈也不来了 你们俩生活就幸福了吗 不幸福 为啥不幸福呢 因为这些矛盾积累 也没处理好 然后我们俩正好这个班 也正好是颠倒的 我是白天 她是晚上 然后我们俩 最近这一两年沟通很少 几乎不在一起 就是我们俩这个离婚 都天天挂在嘴巴 但是我们俩还都想挽回这个局面 然后她跟我沟通的时候 基本上我现在比较烦 不太爱听这些事 我觉得这都是这些家庭 你觉得家长里短 很琐碎 很琐碎 很烦人你知道吧 我也不知道这些小矛盾 会积累到这么深 因为我儿子 在我来的前天问我 他说要是你们俩离婚 我跟谁好 我就觉得一下子点心我了 我就觉得我们有必要 你有什么委屈 你说给我 我哪做的不对了 我看看我们能不能协调 能不能对 其实委屈的全都知道 他知道他也不去做 我现在问你什么 你就打我什么好不好 结婚十几年来 对你先生的这个原生家庭 你很失望 没你想象那么好 是吗 是 在你的心目当中 那个家庭的人 对你不是很接受 是还是不是 是 你跟你先生的关系 在你的心里面是很好的 是还是不是 以前是 现在不是 从什么时候开始 你跟你先生的关系不好吗 也有四五年了吧 那么四五年前发生了什么 因为他有很多的朋友 还有同学 经常来我们家里 你住就是他半个月 他也不和我商量 你也知道都是男人嘛 我一个女人 他们经常出来进去 不方便 我跟他说了很多遍 别带那些朋友来 有宾馆 带他们去宾馆嘛 这是不好的原因 是吗 这些人如果都剔除 你们的生活会很好 是这意思吗 也不会 因为他的性 他现在和以前 完全被我俩根本没有交流的时间了 他现在和以前不一样在哪儿 以前我们在一起交流还很好 现在根本就不听我的一句话 什么事更是不过商量 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肆意妄为 心里没你 是这意思吧 对 还有更严重的没有说 你说 关键是他的朋友 来给他借钱的时候 每次都是二三百 三四百的借 我也不在乎 但是有一点 他借了他不还 更多一次借了两千多 这都几年了 五六年了 甚至更久 他也不还 而且也不提 前几天又来借钱 他还是借给人家 我说你别 他老是不停想干嘛就干嘛 亲一朋友 我都被你见过 我也不认识 不知在哪里认识的 他丢脸回家里来了 所以其实大家看 都说什么婆媳关系男主 根本不是 就是夫妻关系出了问题 你想离婚吗 也不想 想好好过吗 想啊 真想好好过吗 他好吗 他不好呀 他不好你跟他过什么呀 因为有孩子嘛 你们别拿孩子说事 十岁的孩子 能问出这样的话 说明你们婚姻糟糕 一塌糊涂 你们俩离婚了 我跟谁过呀 这两年来 你是做了月嫂对吧 对 为什么做月嫂 因为我也是为了 其实我们俩都在逃避对方 都在回避 就是其实说白了 你不愿意面对 我不是不愿意面对 我最烦的就是 他嘴上摔 嘴上和心不是一致的 你觉得你心口一致吗 对 你坚守这个婚姻的原因是 因为我的孩子嘛 我感觉作为一个孩子 我不想让他没有一个完整的家庭 我还想让孩子有一个完整的家庭 所以我坚持不离婚 真想跟他在一起嘛 我希望一会儿老师们给你做分析的时候 你特别认真的听一听 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余姐 我来解决 你们来到现场说的这几件事 第一 跟公婆的关系 公公婆婆 其实 只是农村的老年人 一些固有的传统的思想 跟你产生的矛盾 并不像你自己认为的 他们在挑事 就是不想让我跟我老公好 不是这样的 这其实是由于你的内向和敏感 的自我解读 而且公公婆婆 只要你们发生问题 然后你开始宣战 这件事情你就错了 因为作为子女就是这样的 老人你跟他叫什么劲 他说的不对 你哈哈一过 他说的对 我们就虚心听着 如果对方真的像你表述的一样 根本对你不认可 你可以四个字解决 敬而远之 前提是敬嘛 对不对 然后现在人家半年才来一趟 你还想怎样 敬而远之 懂吗 第二个问题 大姑姐这个事 本来就不应该住到家里来 每个家庭都应该有属于自己的空间 我刚才查了一下 济南租一个单间 三百到八百 姐姐如果没有经济能力负担 你来出这个钱 好不好 好 离开我们节目现场 姐姐就搬出去 自己过自己的日子 平时呢 亲戚好好走动 过来看看孩子 对不对 对 有宿舍是吧 那行 三百都省了 赶紧搬走 然后大家没事到家里来吃个饭 这是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也是赵轩老师说的 其实最重要的是 你们夫妻之间出现了问题 心里面有结嘛 不能沟通嘛 什么原因 距离有了 美没了 你离家好几年 然后她现在又去做月嫂 孩子还不在家 每个礼拜只在家一天 对 那一家三口 都不在家里待着 然后呢 家里被大姑姐占领 你说这日子怎么过 所以解决最根本的问题就是 你们要重新地 开始你们的婚姻生活 甚至是重新地好好去谈个恋爱 不要出去打工 这段时间就在家里 钱不是两天挣出来的 月嫂也是 可以选择去做育儿嫂 比如说白天在雇主家上班 晚上可以回到家里 孩子接回来住 才十岁住什么校啊 在爸爸妈妈身边长大的孩子 一定是最健康 最有活力的 对吗 对 一家三口好好的 在自己的小窝里面 过自己幸福的小日子 好不好 好 祝你们幸福 白头偕老 加油 谢谢 好 谢谢祖元老师 来 没有公婆和他姐姐 你们早离婚了 为什么我这么说 因为他们是你 宣泄情绪的发泄口 你把你所有的情绪 都宣泄在你爹妈不好 你姐姐不好 等等等等 宣泄在这些人身上 让你找到了理由和借口 才能够忍受忍耐下去 你看不上他 而且我知道你为什么看不上他 因为他不像个男人嘛 他没有责任感嘛 他守不住你们的小家嘛 他没有办法照顾你 照顾孩子嘛 他没有办法 维护你的名誉嘛 他连自己家的家门 都守不住嘛 你觉得他现在 根本不配做一个老公 你告诉我 你觉得他是不是这么想 我感觉是 你不是受气 你从来不是受气 你是有怨 受气和有怨是不同的 受气是长期地接受了攻击 有怨是你虽然在做很多的事情 但你怨气积累在了心中 你们生活从一开始就不美好 我个人认为 就是如果真的过不下去 离婚是可以的 对于孩子来说 孩子已经接受了 而且你们离婚 孩子不会没有爸爸的 也不会没有妈妈的 爸爸妈妈始终还在 但如果你们真的要在一起 我觉得是从一场旅行开始 去寻找一下 能够让生活变得美好 能够忘记那些怨气的事情 就那么多 谢谢 好 谢谢陆琪老师 来 严老师 我倒是觉得先生 你才是那个 不认可你的这段婚姻 不认可他的那个人 你说你的爸妈 你的什么姐姐不认可他 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态度 难道暗地里 潜意识里 不是因为你纵容了他们吗 你有多认可这个女人啊 你的一言一行 虽然今天在场上话不多 你的哪句话再认可他 难道你不是始作俑者 天下哪个父母 不希望自己的孩子 有幸福的婚姻 天下哪个父母 不会去爱 自己孩子爱的人呢 所以你从心里就不认可他 而这个不认可 是由于你不够自信 还是由于在这么长时间的 夫妻生活中 你觉得自己 无能为力去处理 复杂的关系去面对他 我不知道 但我今天看到的就是 你对他不认可 而似乎女士对你的感情 还比你更多一些 你刚才说了一句话 我听起来又难过又刺耳 你说你们经常把离婚挂在嘴上 但是因为来录制这次节目之前 儿子说了一句话 把你点醒了 你说呢 我这个婚姻 为了孩子 我得挽回 我听起来很刺耳 因为其实这个女人 她需要的是你们一家三口的家庭 需要是你对她的爱情 还有你对孩子的责任 和爱心 你却把她撇了那么远 你直接告诉她说 我现在不想和你离婚了 是因为我们儿子十岁了 儿子可怜 固然孩子可怜 她不可怜吗 你在把朋友把你自己的至亲至爱 领回你们家的时候 你考虑过她的感受吗 你该享受的都享受了 我在朋友面前有面子 我在父母面前 你看我不说我媳妇 我孝顺 我在我姐姐面前 你随时来我们家钥匙给你 凭什么呀 他们家七姑子八大姨 老家人都来你们家 你受得了吗 所以你不要在这儿装好人了 我认为始作俑者是你 虽然女士你的喋喋不休 你的唠唠叨叨 我听着也挺烦的 但我觉得是 这么久的不愉快沉淀下来的 她不够智慧 没有沟通更好的方法 而变成了如今这样 让人又可怜又可气的模样 责任你更多 所以如果真的说我们爱孩子 首先一点是我们父母要相爱 如果你只是为了孩子而留在这个家里 孩子看到的是不相爱的父母 这个对他的伤害 未必比你们分开的伤害更大 所以我认为 你们现在要做的是重塑自我 去审视自己对待这段婚姻的感受 他值不值得 先生你要想 这个已经结婚十二年 如今你到处不认可的女人 你还能不能从你们的回忆也好 从你们的过往也好 从你们对未来的规划也好 能不能找到 继续相守下去的点和决心 谢谢 好 谢谢袁老师 来 图老师 表面上说 父母是被你们赶走的 朋友是被你们赶走的 接下来还要把 最顽强最坚持的那个大姑子赶走 其实这三群人 都是被你们自己拖进来 任何一个人站在你们两个人中间 都会不好受 包括孩子 他把朋友请回家里来 也是希望能够形成一道天然的屏障 因为在这个家里面 如果只剩下你们两个人 是过不下去的 必须要有第三者的存在 来做一个缓冲地带 这就是陆基说的 如果没有这些第三者 你们可能矛盾早已经迸发到了顶点 其实真应该感谢大姑子 她好顽强 但凡是一个人都不愿意处在你们两中间 但她居然坚强地坚持了下来 你有没有发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你所描述的故事当中所有的人物 乃至于今天在录制的现场 没有一个人喜欢你 是为什么呢 你也不是十恶不赦 你也没有做什么大奸大恶的事情 为什么大家就是不喜欢你 你真的要努力思考一下这个问题 我估摸着在生活当中 你也是朋友不多的 人一般都是真实当中带点虚假 或者是虚假当中带点真实 因为人总是有瑕疵的 你再真实你也不可能完全纯粹 而一个完全虚伪的人 总是需要一点真实 来支撑别人对他的信任 但是最可怕的 是一半对一半 一半真实 一半虚 你明明想捍卫自己的家庭 但是你却不能慷慨激昂地 把自己内心的诉求 坚定地说出来 你明明对这个男生有看法 却害怕别人质疑自己是个挑剔的人 其实你就是个挑剔的人 他的父母不喜欢你 他的大姑子不喜欢你 你身边的人不喜欢你 就是你太喜欢挑挑拣拣 你不清楚在这段婚姻当中要的是什么 如果你很清楚 我在这个婚姻当中 我要的就是一个男人的老师 本分 那么如果有我就留下 没有我就走了 其实他一开始也不是这么皮糙肉厚的 他彻底放弃了 因为跟你这样的人实在太难以对话了 一样东西喜欢吃就是喜欢吃 不喜欢吃就扔掉 你明明不喜欢吃又装作 还不错 但是吃起来又满面愁容 让人家感觉很不舒服 那你说下次我做了蛋炒饭 我倒是给你吃还是不给你吃呢 你太让人不知道该怎么对待呢 哪些人是朋友 哪些人是敌人 哪些人对我好 哪些人对我不好 你并不清楚 所以你才会过得很纠结 你看就你现在这个样子 也是让人看着很不开心的 既然你如此不认可这段婚姻 而且最重要的是 其实你自己也不认可你自己 你不喜欢你自己 对吧 你自己心里很清楚 你并不喜欢你自己 如果一个人自己都不能跟自己对话 自己都不能跟自己交朋友 你不可能跟别人交朋友 更不可能跟整边人对话 你明白吗 所以你最需要想清楚的就是一句话 我刚才说的 周围的人为什么都不喜欢 你把这事想清楚了 该离离 该存续存续 如果这事你都想不明白 你这辈子白活 就这样 好 谢谢陀老师 今天老师们说的话 请一定记住 请一定记住 不要把别人拉进 你们的婚姻冲突里来 一定是解决 你们俩之间的事情 包括孩子的问题 就是听着确实 十岁的孩子 你们就让他去住校了 吓得了狠心 老师们 今天主要只是 把问题都挑破了 所以思考 你们考虑 方法和主意 你们要自己拿 好吧 来 接下来一起进 真情六十秒 老婆对不起啊 这些年积累了这么多小事 对你的压力太大 可能是我一再地退让和逃避 导致了我们今天这种局面 其实大部分的人 说起来还是在我 我希望通过这个节目 通过老师对我们 我们这个感情的分析 让我们重新再认识到自己的 不足和错误 我在这里也向你正宗地表示 以后无论什么事 我都会跟你商量 跟你征求你的意见 我们把这个家庭再重新稳过好 让我们的儿子能健康快乐地成长 我希望你把这些所有的纠结和过去都放下 我们重新开始 让现在咱的条件也不错了 是吧 这个车也有了房子也挺好的 我说这个朋友处得也不错 我希望就是咱能把这个关系 能长期稳定地维护下去 那么更多的可能就是 你把这些事说出来了 你释怀了 我们能好好地走在一起 好了 谢谢两位 请回吧 优优独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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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放 优优独播放 优优独播放 优独播放 优优独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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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放 优优独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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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让你不满意的 我再听听 最近买减肥药买了好几千 然后也不告诉我 我后来知道了快递就到了 买了也基本上很少吃 最近就因为这个事也一直吵 我还是没有得到答案 他想去北上广学习发展几年 然后回武汉创业 是这意思吧 这个想法你认同吗 你愿意陪他去吗 以前我是愿意跟着他走 我感觉他现在不太在乎我的想法 只顾自己的感受 他要不去的话 你自己还去北上广吗 我也会去啊 那这样的话 你们不就是两地了吗 那怎么办呢 所以说之前嘛 他都是说跟着我走的 其实他反倒说 现在他不愿意去 我心里还舒服一些 你是觉得这么多年 你挺亏欠他的吗 对 因为我室友也都说 他一直对我挺好的 然后我其实自己打内心 也觉得他对我挺好的 所以我觉得很亏欠他 所以我才就想来的 那你会为他不去北上广吗 但是这是人生的方向和目标啊 老师们看看怎么办吧 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每个人都会有压力 只要我们对生活有要求 我们就会有压力 可是你的压力源自于 自己的能力 还没有办法完全处理 你现在所面临的这些事情 比如说马上要毕业 毕业论文 自己从来都没有做过生意的麻辣套 然后包括去广州 要做一点小买卖 这些事情完全超出了 你的能力范畴 所以你才会有压力 但是这种压力 每个人在不同的阶段 都会面对 可是很少有人 会把这些压力作用到自己的男朋友 和自己的家人身上 你为什么会在他的身上有折射 是因为你觉得 反正不管我怎么对他 他都不会跑 对啊 他可以放弃自己的工作 从老家到武汉来 他可以为了我辞职 只要我做什么 他都不会离开我 所以你肆意地 在他的身上做了一些事情 而为什么这么放肆 就跟男孩子有关了 你刚刚一直在讲说 他花了七千块钱 都不跟我商量 也不给我买衣服 也不给我买茶叶 因为你没有要求 他做什么你都同意 在你们两个的关系当中 最开始我以为是 哇 火星撞上地球了 还敢摔手机 都是暴脾气 挺好挺般配 但其实不是 你是地球 他不是火星 他是太阳 你围着他转 他在武汉 你就在武汉围着他转 他要去北上广 你就去北上广 围着他转 他是你世界的中心 所以他才会肆无忌惮 就是因为你没有要求 我觉得作为男人 不要老是抱怨说 我为了你我怎么怎么样 我为了你我怎么怎么样 你愿意啊 你自己的选择 在你为了他的过程当中 你也感受到了爱 你对他的这些关心啊 陪伴啊 你自己也是幸福的 所以永远不要强调 我为了你我怎样 而是要做自己的主 我到底愿不愿意去北上广 你们俩的关系 即使将来继续相处下去 我也希望这件事情 你能自己做主 给自己拿回主意 好不好 好的 但是我认为 最后的结论是 不合适 并不是由于压力 由于毕业 才不合适 而是一个 洪湖之志 撞上了 随遇而安 两个人的生活态度 是完全不同的 我并不会表述说 随遇而安不好 每个人都有选择 自己的生存状态的理由 但是显然 它不会偏安易于 它有很大的人生规划和梦想 而这个人生规划和梦想 有没有你 现在取决于你 继续当不当地球 即使有一天 你一直围着我转 它也有可能 跳出银河系 所以我才跟你讲 人要做自己的主 为自己的未来做决定 好吗 祝你们幸福 谢谢 好 谢谢卓妍老师 谁说现在 这女人就想过过小日子 很多时候 女人也想轰轰烈烈的 那也有很多男人 想过过小日子 我觉得这都是 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我倒不觉得 你们有太大的不合适 在我们这舞台上 经常有姑娘跑过来说 你这个男人 怎么没有责任感 也不考虑我一下 一样的 她就跑过来 委屈嘛 你这个女人 怎么没有责任感 怎么不考虑我一下 考虑她一下 第二点是什么呢 就是为什么 你最近那么焦虑 确实和毕业绩 是有关的 毕业是一个很大的事 是一个人生阶段 像另一个人生阶段的演变 那这种演变是 压力和责任的变化 社会环境的变化 我认为学校里面的恋情 在毕业之后 必须重新开始 因为进入了新的社会环境 因为进入了新的社会环境 所以以前那些东西没有 重新认识这个人 重新认识彼此 这个人就是默默唧唧的 不可能在事业上帮你很大的忙的 他就是一个小男人 你也重新认识他一下 一定是你扛家庭的责任 重新审视这段关系 不再是学生学校时候 你们曾经过去的那段关系 而是一段全新的关系 重新去考虑一下 如果是现在这个节点 我还要不要他做男朋友 现在这个节点 我还要不要他做女朋友 就我今天是第一天认识他 我们究竟还合不合适 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新的社会环境 新的人生 新的野心 和新的考量 谢谢 来 严老师 我说点乐观的话 虽然说大学期间的恋爱 是一个过程 但实际上 如果你们真心相爱 真心相守 一个人的本性 是可以看得到的 我相信你心中明白 这个男孩的本性 他能给你带来的安稳感 别人给不了 至少在这个阶段 无人能替代 所以即便世事变迁 人事变化 但是如果我们的心 能安稳地放在一个地方 我觉得也是一件幸运的事 所以你可以反复去衡量 他给我的安稳的感觉 和我要大展宏图 遇到的坎坷 需要不需要这样一个人 帮我去共同分担 他分担能力会差 但是他等待的能力 可能比别人强 你要自己判断 而小伙子我想说你的是 今天的安稳 换不来日后的安稳 如果你不进步 不独立 不拥有更加 想要和他一样 奋进的思想 我真担心你迟早会被淘汰 所以希望你变被动 为主动 重新审视你们的感情 做出自己的抉择和判断 谢谢 好 谢谢阎老师 来 附老师 真的想去床 真的 那为什么每次出去 不好好学习呢 总忙着消费了呢 因为学习的过程 也很漫长嘛 我只是去看一下 具体的精英模式 我看你也只是去看一看 在职场当中 我们要做到的是 扬长而弊短 但是在爱心当中 我们要做到的是 取长而不短 有些人说 性格相似的适合玩闹 性格互补的适合厮守 但这是有前提基础的 那就是彼此 是真的有爱在里面 有爱就可以互补 没有爱就互为拖累 我是真心情愿地愿意 以我之长去补你的短 因为真爱 所以我被希望 我的短来拖累你的长 但我看不到 你们之间有多爱 你们不过是因为 性格的不同 而产生好奇 所以才走到一起 但你们没有真正正正地 用自己性格的长短面 去契合对方的长短面 你说 你想闯荡 老师也说你鸿鸿之志 真正的志是什么 真正的志不只是想一想 出去看一看 真正强大的人也许就像他这样 是内敛 而那些貌似有志向的人 也许遇到真正艰难的时候 他会停步不前 这都不一样 所以其实说白了吧 还是你们两之间因为好奇走到一起 因为了解而要分开 我是个强势的人 所以如果我感觉到我的爱人 在某些方面比较软弱 我愿意挡在他的前面 但同时我也知道我是个粗犷的人 所以在有一些细腻的方面 我一定做得不好 于是我就听我爱人 彼此之间是真想在一起过日子 想成为一个整体 才会紧紧地粘合在一起 但是如果没有 那只是互相都看不惯对方吧 从有一些事例上来看 你在有些方面心里的确是没有的 这些事情没有什么好解释 心里有就是有 没有就是没有 而他对于你从最开始的有兴趣 到后来变成了忍耐 所以你们俩现在其实就很不开心 所以你该闯就闯你 男生该怎么干就怎么干 你们之间如果分手 一定并不痛苦 就这样 好 谢谢陀老师 男生我最后特别想问你一个问题 你想要什么样的日子 为未来多做打算多攒点钱 姑娘你想要什么样的日子 我想未来靠自己的努力 拼搏一片属于自己的天空 你看完全不一样 这个是多打算多积蓄 这个是我要打拼 我要为我的事业去奋斗 两个人要的日子的方向都不一样 我也不知道你们俩真在一起了 会咋样 最后要说的非常简单 如果你们要的不是一样的生活 那陆琪老师给的角度 我倒觉得挺好 心灵重来 接下来一起 请人请60秒 我是希望你能够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绪 然后你性消费 多攒点钱为未来打算 你说你要去北上广去打拼 我觉得我可以支持你 但是以你现在的状态 有些事情我不知道该怎么劝你 有时候适得其反 我希望你能明白 我希望你 觉得如果大家不合适的话 也不必那么勉强 有什么事的时候 你可以告诉我 并不是需要一直沉默不说话 有什么情感 你也可以向我表述表达 我都会珍惜你的意见 谢谢两位请回吧 看结局吧 来 请开门 祝两位要到你们自己想要的生活 祝你们幸福 让我们一起进入爱情保鲜集 有网友提问说 我和丈夫结婚三年了 孩子两岁 她是唱二人传的 上个月我跟踪她 发现她和女搭档独自去吃饭 行为举止非常暧昧 之后她也向我道歉了 并保证不会有下一次了 但我心里一直很别扭 我是应该选择原谅她 还是和她离婚呢 其实你选择去跟踪自己的丈夫的时候 就证明在此之前 她已经有了蛛丝马迹让你怀疑了 那么你们之间的信任呢 其实已经崩塌了 我觉得无论是离婚 还是原谅她 最重要的是 如何要再见信任 这是离婚和原谅的答案 希望你能明白 祝你幸福 谢谢现场以及电视机前 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陪伴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